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想和大家跟进一下乌克兰保卫战最新的情况 这次俄军入侵乌克兰,不经不觉已经打了三个月 如果你说这场仗会继续打多三个月 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觉得惊讶,会觉得一点都不奇怪 全世界已经预计了这次会是持久战 也可以这么说,就算双方想停火都停不了 你叫乌克兰现在就这样给你普京打完就算 任由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只要俄军肯停火,他就什么都甘心接受 这一点相信乌克兰人是不可能接受的 就算扎连斯基狠,乌克兰人狠 其他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未必狠 因为如果俄罗斯这么野蛮、冷血,这样都可以 这样开了先例,这个世界就更加无安宁,更加无和平 以后每个国家都可以全力抗军 要么再打其他国家,另外可能保卫自己 恐怕全世界很快就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军火库 真是想不世界大战也挺难 我就想到时大陆就真是回复了 只要核子就不要父子的年代 人民不吃饭吃草没所谓 拼命都要增加军备 你说普京收手吗? 普京也很难主动停手 因为普京现在他满手鲜血 他本身就是战犯 如果俄军一停火,国际社会下一步 就是和普京和俄罗斯计数 俄罗斯要赔钱,普京和俄军这些战犯要赔命 所以未到绝路,普京也不会主动停手 他就宁愿不断拖 拖到情况出现相对对他有利的变化 而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机会出现 这个世界世事难料 真是被普京拖到那一天都不出奇 是有可能的 就好像大陆以为制裁澳洲 不买澳洲的煤炭、红酒、龙虾等货品 谁知道是完全逼不到澳洲投降 反而被大陆拖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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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等到现在澳洲工党上台 一切对大陆来说就有转机了 现在澳洲工党仍然表面上口硬 对大陆的政策是不变的 不过迟些会不会暗中互相收好呢? 然后用两三年又将澳洲重新控制在大陆手上 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不出奇 甚至可以这样说是意料之内 所以普京采取拖字缺是他唯一的一招 而事实上西方国家因为油价、粮食问题 出现高通胀等等 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民 确实面对很大压力 整体来说现在的局面相信会拖一段日子 现在要看的是乌克兰稍后会如何反攻 但反攻又会出现另一种问题 什么问题呢?一会慢慢再说 讲回乌克兰的战场 平静了几天 过去两天俄军有大量用炮火强攻 顿巴斯地区38个城镇 23日晚扎连斯基发表演说 他表示未来的几个星期 顿巴斯地区将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整个交战线上乌克兰军队都受到猛烈攻击 而事实上俄军也占领多个区域 其中包括巴克马特区 巴克马特区是乌克兰发动反攻的指挥中心 现在饱受俄军凶杂的催残 俄国国防部长表示 俄军攻进一处传放美制M777榴弹炮的军火库 路透社表示无法证实这个情况 但似乎应该是真的 简单说 俄军现在在乌克兰反攻的力量 未能完全集结前 尽量占领多些顿巴斯地区的地方 而到乌克兰反攻的力量正式组成了战斗力 俄军会变成转弓为首 现在乌克兰正在集结力量 训练着军人使用外国武器 所以 乌军在防守上变成弱势 也不想浪费太多力量去做防守 所以俄军现在进攻就很顺利了 甚至 俄军还有力量攻击西方军援的传放基地 这样乌克兰反攻的力量 当一旦成功认罪之后 可以出击了 那情况又会怎样呢? 在继续这个议题之前 照例也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看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钟仔 一有新片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好了,言归正传 其实当乌克兰反攻的力量成型开始反攻 都是会面对一场伤亡惨重的硬仗 为什么呢? 因为当俄军变成防守 而他们需要的力量在比例上可以说少一些 因为一般来说 防守是容易有优势的 进攻的一方 军力必须比防守那边多倍数以上 而当俄军占领了大片的顿巴斯地区 他们就有了大面积的地方去做补给 可以去支援他们 这样的情况又会对他们有利很多 无论是粮食、燃料、武器维修 甚至是伤兵的医疗 他们都容易搞很多 就好像当日俄军入侵 初初的时候就完全不同 当日俄军的军车坏了 弄都不可以弄的 快快就要走 只能够随便放下就算了 现在的情况可能会不同 另外,顿巴斯地区还有大量亲俄的蓝丝 可以协助俄军 所以当乌克兰反守为攻 就是考验乌军的时候 而乌克兰军队更加要克服疲倦和厌战的压力 因为已经打了三个多月 再等多两个月左右 到时反攻 还有没有那么高昂的士气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反攻开头气势好 士气当然会不错 但是如果受到挫折 这就是乌克兰军队的考验 不过说实话 俄军也同样面对厌战和疲劳的问题 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很明显 打出很多国家 找一些亲俄政客暗中帮他们劝乌克兰让步 想乌克兰尽量和谈 刚刚德国、法国都有政客向乌克兰潼烈水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白鑫22日时 他表示 乌克兰想加入欧盟要等15-20年 而德国的肖尔茨在23日 他亦说 乌克兰加入欧盟是没有捷径可走 这些说法很明显是想谷乌克兰作大幅让步 让普京拿点甜头,然后和谈,停火算数 而扎连斯基当然也看到这一点 甚至连波兰总统杜达也看穿这一点 波兰总统杜达早前在乌克兰国会发表演说 他说明有些国家想乌克兰屈从俄罗斯 但他叫乌克兰人不要听这些屈从的劝告 不要投降、不要屈服 波兰会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因为波兰认为乌克兰人为欧洲流血 所以必须受到尊重 而俄罗斯表示准备恢复和谈 但华士权现在在基附手上 而扎连斯基说和谈也可以 但他要直接和普京见面,大家一起当面谈 那普京当然不敢见乌克兰斯基 因为普京这些独裁者一直高高在上 他看不起乌克兰斯基 如果两人见面,乌克兰斯基表现得很坚定 很有气势 这样就将普京比下去 普京就不知怎样下台了 就算普京到时挫痕了 恐怕他的气场也未必能盖住 一个四十多岁的乌克兰斯基 所以暂时和谈停顿了 不知何时再谈过 而同一时间 俄罗斯内部又出现一些奇怪的情况 由3月开始 俄国本土的军事机构 航天研究中心、基础设施和发电厂 都出现故障或火灾 总数已经达到六十多岁 这样的情况可能性有几样 第一,那些设备受到黑客攻击 这点大家很容易明白 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一早说会对付俄罗斯 第二,是俄国这些设施因为被制裁 没有零件维修,可能是没有晶片 第三,是一旦开战 这些军方机构要交功课 而交不到功课就大事了 大家明白了 俄国军方那些军头有多贪腐 分分钟很多俄国的研究项目 很可能写报告就说搞定了可以用 但原来根本都不存在的 这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当普京说要某些军火某些军火 军方拿不到出来 那怎样呢?就整场大火灾 这一点就很普遍、很常见 想都想到的了 所以两个半月之内 六十多宗军事机构 意外有意外事故 当然不会是偶然的 相信如果有朝一日 习近平说要点算全国的战斗机 你猜账面上有的数目 事实上有没有那么多? 事实上你猜账面的数目有没有八成? 大家觉得 我不计飞不飞得上天那些 就是简简单单去点数 我觉得未必点到八成出来 好了,军事上 乌俄的局势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经济上又怎样呢? 诺贝尔经济学长的得主克鲁曼说 俄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好事 而是坏事 他说现在俄国进口少了 但是出口的收入没有大跌 对比来说就是有贸易顺差 但是俄国出口就以能源为主 没错,现在还有大跌收入 但是他进口的货物就少了 为什么呢?因为受到制裁 有钱你都买不到东西 买不到零件、买不到晶片、物料等等 而没有了这些东西 俄国想出产的产品在外销都不行 这样国内供应固然有问题 就是连俄国人都会大量失业 因为企业没有原料、零件、不能开工生产 这个情况 克鲁曼说将会是雪崩式的倒下来 就算大陆想帮俄罗斯、帮俄国买的产品 俄国根本都生产不了出来 你不能叫大陆运零件、材料给俄国生产 然后又卖给大陆的 你以为真是合作、没有界限、禁区 习近平就算当普京是大佬 都没理由愚蠢成这样 而刚刚连星巴克咖啡都退出俄罗斯市场 经营了15年的业务结束 而将会有130间店、2000名员工要被逼离职 不过星巴克仍会支付6个月的薪金给这2000名员工 而面对这个局面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23日的时候还牙策策 他说如果西方想和俄罗斯重建关系 俄罗斯都会认真考虑 俄罗斯会想想是否需要这些西方国家 即是你西方国家想和他和好吗? 现在俄罗斯都不是很想的 拉夫罗夫说现在俄罗斯的目标是进一步和大陆发展关系 他说现在西方国家是站在独裁者的位置 而西方国家是一定会失败的 中俄的经济联系 将会是经济增长得更快 看来拉夫罗夫都是喝福特加 喝大了、喝多了 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战无不胜、伟大光明、正确的习近平经济理论 即是不断停工、停运、封城、艳核酸 是可以令经济搞得很好、会不断增长的 而林录音这一刻我刚刚看到20个国家承诺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包括鱼叉、反弹导弹等等 不过我每次见到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的表情 我就觉得很猛烈 事关于这个人 他的样子永远是无神无气的 好像想哭想哭 真的完全没有正能量 以面相来说 他真的完全没有大将的风范 所以我每一次见到他 我就反而更加担心 好了,来到这里 时间差不多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理看天下 我们有patreon的 请大家支持一下 拜拜